外在高雄大流的這一齣汽車維修場 在早上七點半 一者到店內才發現 他的門口被人用步槍給掃射 那麼也緊急的報案 那麼透過周遭的監視器 可以看到在凌晨四點多 有一台車子是開過去 沒多久又開回來 那麼是不是這台車子辦案 那麼是不是這台車子辦案 警方還要再釐清 不過鄰居也說 由於附近的住家相當的少 一開始還以為是在放鞭炮 那麼警方現場搜證 發現地上有二十個彈殼 那麼這些彈孔 疑似就是用步槍來掃射 由於事發的時間是在大半一夜 維修場沒有人員 也因此沒人受傷 但也顯示警告意味濃厚 到底這個維修場 是不是有羽人結怨 或者是欠佔警方後續 要根據車牌來進一步的調查釐清